过去我一系列的信息是讲到 乃曼得到医治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功课 那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全部一次都来 所以今天我简简单单的列书乃曼得医治的事情 乃曼是亚兰王郭的一个将军 因为他曾经替他的王打败了以色列 所以亚兰王很看重他 所以他在国中很有地位很有权势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可惜他长了大夫 所以我们就从过去系列里面 我们讲到一点就是说 可惜这个事情呢就是说 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一些遗憾欠陷 像乃曼一个大将军有钱有势有权 各方都有地位 但是他就生了一个大阿兜 现在都是人家都很胖 何况是几千年有钱 那更是一个结症 但是呢后来他家里有个仆人 这个仆人呢是以色列人 他是从以色列把他抓来的 但是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孩呢 心胸宽大 而且他虽然不明白很多圣经 但是他所做的正合乎神的心意 他就是不计较 他的怜悯连续 还是领导他的主人 虽然是外主人 甚至以前曾经上过家的地人 他就告诉他主人说 哎呀如果他的主人太太 他说如果我的主人 能够去以色列找个先知的话 他一定能够把他议好的 所以这个老板娘就告诉他先生 说我们的仆人这样说呢 他听了以后 那么这个乃曼将军 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王 说我家里的小女仆人说 以色列有先知 能够治好这个病 那么这个王呢 因为很抗住这个将军 他说好就去 他都被申请了 他一讲 他说我去 而且呢 那乃曼呢 都带了很多的金银宝贝 而且这个王说 你去你放心去 而且我亲自亲密写一封信 给以色列王 叫他好好带你 那你就去吧 所以乃曼呢 就带了财产 金银宝贝 那还有带了这个 这个这个 王帝的修书 哎不是修书 王帝的这个这个推荐书 就就去给他了 但是呢 他去到以色列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些 他想不到的难处 这个呢 我是下个乃曼里讲 那么乃曼遇到什么难处呢 哦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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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关系 我接着讲啊 是什么难处呢 下个乃曼里讲 那几乃呢 乃曼将军非常生气 非常实话 挫折 他就要回头回去了 但是呢 哦还没 这是这个 这个前面一段 我还没有讲漏掉 那么这个乃曼呢 就带了书 就去到以色列 就见以色列的王 那么以色列的王呢 看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亚兰王的那个 王帝的书以后 就非常惊叛 而且非常生气 因为那个王说 你 收了我的信以后 你就要想办法 把我这个 仆人的麻风病医好 那么以色列王就想 我怎么能够把他病医好呢 他明明 好像叫死人复活一样嘛 不可能的 所以他说 这个亚兰王呢 他是寻机会 要找我的把柄 要来对抗 你叫我把麻风病医好 那简直叫死人复活嘛 是吧 那么 当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 那么这个先知 尹丽莎 听见这个王 很悲伤 很惊慌 很生气 他就 说 何必这样呢 他说 你就叫他来找我吧 这样子 让他知道 以色列还有先知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就从这地方开始 传这个信息 就是 就是第一 因为我们今天的信息呢 是在乃曼跟医治功课的第四讲 所以 在这个信息的事 前面我们讲到 公子是独将见 因为每个人都有牵 每个人有牵 神的公义 我们讲到 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 被亚兰王打扮 以色列人要离开主嘛 所以神的公义 也是不分过界的 然后后来讲到这个女孩子 她的怜悯心 也是不分过界的 虽然她主人是外国人 而且是以前的敌人 她也是把怜悯告诉她 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 是讲到 神的恩典是无将见 那么我们讲到 神的恩典无将见 当然也是讲到 我们也要效法神一样 我们对人的恩典 也要无将见 那么我们受过人的恩典 我们也曾经给过人恩典 是不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人间的各种恩典的源头 或者说我们人间的各种恩典 还有不够的地方 那最完美最完美的 最作业恩典的 是神的恩典 那么我们讲上天的恩典是人间一起恩典的源头 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 每各样美善恩赐 和各样全被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就是指我们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那边来的 那哥林多后书也提到 他说我们也送赞 故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就是发慈悲的父 是各样安慰的上帝 请大家注意慈悲还有安慰 就是说我们的父神是满有慈悲的父 而且他是赐给我们各样安慰的人 那目的是什么呢?他下面说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神就安慰我们 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安慰 其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可见神是恩典的源头赐给我们 也希望我们能够用从神的恶道安慰 把这个安慰恩典也赐给其他人 所以人间一切恩典真正的源头 最美好的榜样是从上帝那边来的 所以我们讲上帝恩典是信徒效法的模范 那么我有时候引用很多经济 当然你要注意他重点在什么地方 那在这里的重点 我想他的神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深入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卧路当中 好像出属的果池 当你在后院种番茄或者种瓜的时候 当你开始看到第一个果池的时候 你就很高兴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快要生了 而且不断的有番茄的被生出来 所以出属的果带给我们喜乐 也带给我们盼望 我们知道以后会继续来 所以神告诉我们 神要我们成为出属的果子 他意思是说我们借的果子 也让我们这个果子 能够以后有子要传出去 要借出更多的果子 还有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借出果子来 和悔改的心相称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 我们蒙了神的恩典 蒙了神的章 我们的行事为人 应该也和我们所得到的恩典 相配相称 换句话说 我们得到神的恩典这样丰富 我们对人也应该有恩 我们得到神这样丰富的爱 这样深的饶恕 我们对别人也要有爱 丰富的爱 而且我们也要有饶恕 所以这里讲说 我们得到的恩典 和我们的生活应该相称 那我们讲到 我这里稍微 好像离体一样 但不会真的离体 就是说我们今天主题是说 我们要效果神 是不是? 在圣经里面 刚才讲的就是 借果子啊 和所福的恩典称啊 但是如果你要从圣经里面 找到很缺失的记者的话 有讲到 圣经叫我们要什么? 要效果 耶稣基督 圣经告诉我们 要效果上癮的儿子 他说 要效果他儿子的模样 换句话说 神已经定了一个律 定了一个原则 定了一个命令 要我们效果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模样 那么 而耶稣呢 又效果天空 所以呢 耶稣说什么? 他说 我看见父所做的 我才做 父所做的事 我也照样做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所做的所行的 都是从父那边缺癌的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学习耶稣 而耶稣又学习天父 所以总过来讲呢 用数据等号 A等你B等你C 这A应该等你C 所以呢 我们 如果要孝心耶稣的话 我们就要学耶稣那样 效果天父 所以把它总结起来 把它手短起来 就是说 我们 要 学习天父 那学习天父怎么样呢? 就从耶稣的榜样那边开始 那用今天的题目来 用今天的题目来 我们就应该笑话 上帝施恩的榜样 上帝的恩典是向全人类开放 从创世纪就是人类开始 万物开始 一直到启示录 就将来新天新地 全人类都在上帝心中 你会发现 今天我们唱诗歌第一首 是讲什么? 上帝治理全地 上帝治理万族万民 我们今天的经训讲什么? 就讲到 在将来的新天新地 那里有各国各民的人 在天上 而且每个国家的君王 都在鼓呼敬拜神 将他们的荣耀归给神 所以 这个总结起来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神的心中都是胸怀全力 胸怀世界 你看看这个记录 比方说 夏娃 夏娃 夏娃为什么叫夏娃 他意思就是众生之物 全世界人类的母亲 就是夏娃 换句话说 神一开始 就把全人类放在心中 好 再接下去 一大事情 以色列国 神呼召亚克兰的时候 他说 我要使道 你成为大国 我要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但我也要叫便人 因你的福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的福 所以换句话说 就算神选了以色列民的时候 他心中也是存着全世界 我选你 我先开始吧 万事怎么开始 好以色列人 我先选你 做一个模范 做一个榜样 但是上帝既我 心中是全世界更多 他说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的福 那我这幅图话 以色列呢 是刚好在 以色列 看到我们这个 是 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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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忘记在了 你总之看到 地球中间 有没有一个浅色 黄黄的 一痕 那大概就是 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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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色列 所以当你看世界地图的时候 以色列 刚好在地图的中心 圣经没有讲 是什么意思 但是将来有机会到天上去读问 上帝啊 你把以色列写出来 有没有地理的关系啊 那我们看看上帝怎么打他 总之呢 很奇妙 以色列刚好是在世界的中心 就表示说 神的心中 是心完全世界 好 下面给你们看这个图画 这是中国人说的 井底蛙 井底蛙的意思是什么 井底蛙就是说好像青蛙一样 在井子里面看得很小 头上就一片天 这天上亮就全世界亮 天上黑就全世界黑 他看得很有限 这是比方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得很有限 我们人有时候就是井底蛙 看到自己办 没有想到变 没有想到其他国家 没有想到其他人 这是井底蛙 那下面还有一个图画呢 就是说 Wall Vision Wall Vision呢 是在世界各地都 台湾把它翻译成展望会 世界展望会 那中国呢就翻译成宣理会 香港翻译成宣理会 但是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展望 因为展望这个 和他英文言文 Vision 有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机构呢 是专门在世界各地 帮助穷苦 救济穷苦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 它的名字就是说 我是远范养世界 没有国界 没有将军 我们要帮助的对象 就是全世界 就好像耶稣说话 你们要紧目观看啊 要向全世界观看 所以Wall Vision呢 就提醒我们 不要单独自己家庭办 要想到教会 要想到我们的市区 要想到我们的民族国家 还有花文化 其他国家 其他民族 我们的眼光要放大 因为神的恩典 是没有国界 没有将军 也没有阶级之分 要非常荣誕 好 这个有点特别 刚才我们说 我们井底挖 就不好 我们要看全世界 但是借着现在科技的进步 全世界 你在网上 你看 我现在要看印尼 我要看印尼 我要看北京 看北京 看香港 看不到香港 所以科技的进步 把全世界又把它锁小 所以现在有个名称 叫什么 地球村 村啊 地球好像个乡村一样 全世界虽然很大很大 但是呢 现在科技的进步 给我们想到全世界就是一个单位 就好像太空人 去了太空之后回来 感觉到哎哟 他们看了很多地方 地球最漂亮 蓝色的 非常漂亮 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更加感觉 我们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 不可以打来打去啦 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单位 非常可爱的 要爱死 所以呢 一方面是世界很广阔 但是 一方面我们也知道 从那个语言高度的看起来的话 原来 我们都是一个乡村 一个小小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都是同住在地球村的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 OK 所以有什么时候 你的心态很要紧的 你怎么样看 你怎么样想 你就行出什么样的事情 是不是 如果你能够放肯天下 你的心就宽大 你就会爱你很多 还记得吗 我以前讲过 有个知识家 有一天 故意的 在这道的街旁 做了一个小房子 他自己是转到我们面前去 人家就奇怪 哎 那我老先生 你为什么这样子啊 他这个老家 大概不老大 他只是 以前知识家嘛 都是故意要留屋 所以他老太 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礼拜 他怎么讲 他不回答 他只能讲一两句话 他说 我在小房子里面的时候 我记得我很伟大 是不是很大 是啊 房间很小吧 它很大 我在房子里的时候 我记得我很伟大 但是当我走出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大 我记得 我记得 原来 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从我们的观点 我们可能觉得我很重要 我很理大 我行 当我们在神的恩典 在神的大能 之下 我们才发觉 哦 我有很多不行 不错 我所有的行 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所有价值 是因为神的恩典 如果我离了神 我就没有价值 我就算不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记得 我们要用神的眼光 来看人 用神的眼光 来看世界的事情 那我们就会学习 神的恩典 是给世界所有人的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 我们要生 给更多人 不要只献给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们要用 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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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上次讲的 我们走进美好的地前村 你看 我们刚才讲的以色列 现在我在讲 当圣经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天使来报我消息 他怎么报我消息 天使就告诉乌养文 人说 你不要去怕 我报给你大死的信息 下面一句话 大家都来 是 关乎 万 民 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说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所以这个救主 这个主基督 这个好消息 这个福音 是关乎谁 关乎万民 所有民族的 弟兄姊妹 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民族 没有福音 所以现在有一批基督 很有爱心 他们就专门基督 要去向 还没有圣经的民族 为他们发力圣经 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有很多民族 现在一个一个 开始有福音 开始有圣经 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他们 意识到 神的恩典 是给万人的 基督教最出名的一些圣经 一按福音三章四章四章 上帝爱死了 是 整个世界 甚至将他的福生者 赐给他们 叫一千相信的 不分种做法 都不自灭 反的 所以神的福音是这样子 还有当耶稣快死 圣经啊 最后颁布大使命的时候 他怎样讲 你们要去死吗 万民走 所以在神的心中 万民万国万民走 都是神施恩的对象 最后就是刚才我提醒 到了启示录 列过要在神的光珠行走 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哎 这个是有点题外话 你又没有想到 很奇妙 到了天上那时候啊 一些的我们的人 还有服装呢 他们做王 又还有官典 他们将他们的荣耀 官典 会陷入神的 这个有很多奇景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到那时候 我们会看到 哇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是这样的 我们一定都哎呀哎呀 哎呀很多 为什么 太多新奇东西 ok 上帝的恩典 是超乎人类的常情 这个常情呢 就是说我们通常的理性 通常的习惯 通常的做话 比方说 耶稣亲口说的 他说你们经见有话说 要爱你们的灵士 恨你的仇敌 灵士嘛 邻居嘛 叫爱啦 朋友嘛 爱嘛 那敌人又不会爱 要恨的敌人 那耶稣怎么讲 诶对 这个是就业的条例哦 所以一般全都 正在这时候 是不是啊 这是常理嘛 爱自己人嘛 爱和我们好的朋友嘛 爱同事嘛 哪里我们是爱的人啊 那个是反常啊 对不对 我们说的反常 正常人 通常人 就是爱你朋友 爱你平常的 是恨丑人的 但是耶稣怎么讲 只是我告诉你们 所以就更高的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欺骗你们的 好高 就是说 为那对你们不好的 或者你们的仇敌 好高 当然啊 这里的爱仇敌 不是出卖国家种族 不是说通敌 报告消息 告诉他 诶什么时候啊 来打啊 这边没有兵啊 他们兵怎么计划 不是 不是做间谍 不是通敌 不是出卖国家 这里的爱仇敌呢 我告诉你们 有一个方式 你可以少了解 联合国里面 有什么条例 怎么样对待战俘 是吧 国际打战 但是联合国有一个 和平条例 或者是什么 有一个规定的 当这个敌人 投降的时候 放下武器的时候 你就不会打他了 而且他 当他被他 侮辱到个 侮辱营的时候呢 他生病 你要找一生进来一病 这是联合国所定的 这些战俘的 对待战俘条例 所以这个精神 我讲 应该是从圣经那边看的 而圣经讲的 也是类似 并不是说爱仇敌 是说仇敌要打我们的 子弹没有了 赶快给他子弹 再来打我们 财运没有了 有的人就是 很 来攻击基督教 以前我们碰到这样 哼 你们基督教 外国 通敌 出卖国家 日本拿我们的山东 我们要把广州福建的给他 这个就是幸福吗 他们误解了 圣经说的爱仇敌 不是只能爱 不是帮助敌人做更多坏事 而是说 当地人 不在战争的情况之下 当地人 患难的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 你要爱他 就是过去 害人的人 现在他没有办法害人 到现在他落到一个很惨的地步 你要报仇吗 你说哼 发开发开 最有应得 当然你这样想 人家也同情与害 是啊 因为你受伤太深了 所以你这样想 我也能够了解了解 是不是 我们看到地人受害 我们会心里想 发开 今天人到你了 这样子 好像是出了一口气 这是人的常情啊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我不敢磕磕 这辈子 我只能够说 我知道 这是整个场景 但是基督徒 耶稣告诉我 不要这样 有更高的标准 有更大的气度 更宽雄 那么耶稣怎么讲 他说 如果你们单单爱你的人 爱爱你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他说 税率和罪人 税率是当时他们所认为的最不好的人 他们也是这样嘛 是不是 你单单爱爱你的人 那什么人都会啊 动物也会啊 但是他说什么 你做邦请你弟兄啊 有什么有什么好处呢 外邦人也是这样啊 不信耶稣 人也是很有礼貌啊 爱他的人 他就爱他 好人他就和他行李啊 那每个人都会这样做 这是常礼貌 但是耶稣说 你基督都不一样 你要有什么 要有更高超的人 好 在圣经里面啊 最有明珠感情的 最有爱过情操先知是谁 就是耶稣 为什么呢 神曾经告诉他 到亚述国传福音 叫他们回改 耶稣就不要 他是神的仆人 他是先知 他不要 他就是不要 他说我才不要 为什么 他迷迷回这个亚述国 他是 以前打过我们的 欺负过我们的 现在我该 受上帝刑发 上帝领导他们 把他们灭掉 出口气 但上帝叫他去传 悔改的道 叫他们悔改 耶稣不要 为什么 我去传悔改 他们悔改了 他们就都到刑馆了 我才这口气出 这个不香 所以他不请 他逃走了 甚至告诉我们 后来神管叫他 他被丢到海里面 后来神就告诉他 乖乖的告诉他 好了 他不得已了 不得已了 他就去传了 奇怪 他现在去传悔 真的喔 那边都悔改了 悔改了 求上帝失眠 那上帝就免去灾化了 所以这个耶稣很气 肚子气 他才希望他传不一面的信 呵呵呵 这款很多人的信 他很气 气到半时的时候 然后他就把他们赌气 赌气的话 太晒太阳 上帝就连领他 在他旁边给他 伸出一棵毕马树 这个树叶就枝盖大起来 他在树荫底下 可以稍微修行 但是奇怪的 上帝又安排一个仇 把那个树一咬了 咬死了 到树就哭干了 哎呀 那个耶稣气死了 他本来就已经很气上帝 是不是 那后来就逃避一下 暂时缓和一下气氛 透透凉 这个心中很气 结果连这个树叶蛇 他大发脾气 上帝就 上帝很幽默 上帝就很幽默 你这样生气 和你妈 那个耶稣说 我我我我气到死了 有没有 有些基督徒有时候 对上帝也是很大 他对上帝 嘴很硬 但我我我我我我气到死了 后来神就有很多 神怎么告诉他 上帝也叫耶拿之后 就像耶拿成名 他对钱 对爱 对验尸 神怎么要对他说 他说 尼尼为这个大臣 他开始就讲了 这个逼马树 一夜 就复干了 他只能知音一两天 而且这颗是证物 他死了你就这样这样 他也难过 他何况那个泥泥围城 他里面有多少的小孩 阴孩 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 有十二万人 换句话说 这个小孩子 阴孩 有十二万 所以 算起来很多人 但难道我不会联系他们 所以神的意思说 你心胸宽点 我的爱是爱权 对我死不得那些灭亡 好了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 那个乃曼的故事 这个先知以利撒 那你说哦 耶拿爱国情超很荣厚 那耶那个以利撒是不是就没有呢 哦 以利撒当然他也是爱国 但是他有神给他的恩典 他特别的也明白上帝的恩典 他只要讲呢 他把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私心 他也是很不喜欢这个亚安过来 但是呢 因为他把他的情绪 把他的感受 降伏于上帝的主前 神居然允许 我们的国家被神管教 被人打败 神有神的计划 所以他就不去报你的仇 而那个人 愿意来寻找神的先知 我总不能够让他失望 因为那个人来到以色列 是找上帝的先知嘛 那么为了神的名 为了神的能力 没有彰显 所以以利撒就厌满意志 明白吧 所以以利撒同样的 有一个从神那边学到的功课 就是说 神的恩典是没有将界 没有国界之分的 虽然是外出人 虽然是曾经伤害过我们国家的人 到现在有难 我要让神的恩典 透过也流到他们身上 然后他这个事情呢 就令我想到一个很伟大的 一个神的图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亲口称赞他 而且耶稣主上讲的 耶稣说 这个人没有行过一个神迹 但是他在所有女人所生的当中 就是说全世界当中 他是最伟大的 你想 受耶稣称赞 最伟大的人是谁 你们知道吗 施洗 他没有行过一个神迹 但是耶稣轻孔评论他 评论他 他是最大的神 所以弟兄姊姊姊 你不要犹豫 行神迹就会问答 不行神迹就会问答 不行神迹就会问答 神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什么 中心看的是他的对神行 不是外国的 什么能力啊 义人啊 什么 为什么呢 你知道 施洗案 有个长处 他 比耶稣先出来工作 他比耶稣大了 大了 很多人就跟着他 后来耶稣出来了 他就把耶稣介绍给人 而且他对人来说 这个 是上帝的高原 要除去 是罪 所以施洗 耶稣不把自己的荣耀当先 他把神过的荣耀放在地上 所以当他的门徒告诉他说 老师就施洗他的门徒 他以前你推荐啊 你介绍的那个耶稣啊 他现在传福音 很多人都跟着他去了 然后施洗他讲什么 施洗他讲一句话 是非常出名的情况 施洗他讲什么 他必兴亡 就耶稣必兴亡 我必帅亡 这个必呢 有双重的意思 一个是说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是基督 是神所定的嘛 所以他一定会更大 所以他一定会大 我一定是衰弱 他应该更大 我应该减少 所以这个衰弱 英文是减少的增加 他会越来越增加 我会越来越少 所以施洗耶稣 把神的国度放在地上 把神的国度放在地上 所以呢 以丽莎先知也是一样 论到他个人的想法 个人名著的时候 他会很气这个亚太王 亚太王将军乃曼 带硬来打我们国家的太王弃 但是因为他要荣耀神 而且乃曼 是说白症找先知嘛 找以先知 所以为了神的国度 他接拜他 他就把他荣耀 表面上呢 你注意啊 以丽莎的话呢 表面上是提到他自己 其实他注重的是 上帝的名配高举 上帝的能力被人知道 而且因为先知 是上帝的代言 他说什么 神人以丽莎 听见以丽莎 王施裂一夫 就打发了去见王说 你为什么施裂一夫呢 可使那人到我自己来 他就知道以丽莎中有先知了 表面上好像说有我了 不 先知 因为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上帝有能力 上帝有做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注意两个字 可能我们 平常呢 有点 妈妈乌乌乌 就是这样 恩典和怜悯是有不同的 你看下面的经文 已经知道 你们只 我们只管 谈人无尽的来到什么 食人的宝座 是不是 食人座 恩典 那什么 的 连续 蒙什么 又蒙恩典 又要重复了 做什么 所以 从这些圣经里面 可以给我们知道 怜悯或者 慈悲 英文 你给人怜悯 给人慈悲 本身就是 恩典 而恩典呢 又会生出很多的恩典 明白吧 所以神和人之间 神办一个叫做恩施恩做 所以全部都是恩典 但在恩典里面呢 还是有点分别 连续是什么呢 连续是说 你应该得的刑法 我不刑法 我除掉你应该得的刑法 叫做连 你欠我钱 你应该还 我现在不还了 那这是怜悯 知道吗 本来是你应该还的 不还了 这是怜悯 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是 你不配的 我再给你 明白吧 一个是免去 你应该受的刑法 叫做连续 就不要了 恩典是什么 你不配的 我给你 这是恩典 那么用数线符号来解释呢 连续是减号 就减掉你应该受的刑法 而连续也是等号 等号是什么 你的连续的多少 就是你要受的刑法的量数 你本来应该 连续欠我一千块 我赐免一千块 你知道吗 就相等的嘛 你知道吗 减掉的 但是中等的 是对等的 但是呢 恩典是一个加号 恩典是plus 为什么呢 就加上去给你的 不是减掉 是加上去好的事情 是你不配的 但是我加给你 而且呢 恩典是什么 罢你号 数线符号 罢 就是说 神恩典大过我们 应该受的 明白吗 所以呢 有 有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 非常非常好的 明白吗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读圣经 讲给你们听 一个 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 小儿子的车 什么都乱来乱来 而且 分家产 带了家产 就到外面去 做什么外星想弄什么东西 花金的一些东西 穷到落不到一个地步 替人家看猪 要吃 猪吃的东西 主人都不肯 哎不行 你不可以吃 这是我的猪要吃的 我是叫你来看猪啊 不是叫你来吃我猪的东西啊 换句话说 他比猪都不如 所以这个人落到那个地步啊 他好惨啊 他有一天都会想 哎呀 他说我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呢 我爸爸家里有多少工人 我爸爸家里有多少猪 多少牛要压 为什么我落到地步 连车 注射东西都没有 我要回去 他悔改 所以他建议他走了 我悔改 最多呢 他想说我也是不孝子啦 我也是烂子啦 把爸爸的钱都花光啦 爸爸一定不说我啦 我回去求他求他求他 求他什么 求他 誓免我啦 免记我的债啦 我现在不配做你的孩子啦 我做你的工人就好了 他就建议他好了 他就回去了 哎呀 想不到呢 他还远 他爸爸就在那边看 我告诉你啊 圣经没有讲 但是 你可以用理性推称 这个爸爸你以为他是笨的吗 你以为他是这样无情的吗 那孩子总就总啊 你说你 圣经想要浪子的爸爸 真的没有见识 没有爱心 他妈妈妈说 我要分家 分就分啊 这一点爱心的知识都没有 不 一定是那孩子很完肯 假的再讲 你不分我就要死 可能啊 没办法 好走啊 但是这个父亲走 一定 派很多人去跟踪他 跟踪他 提醒他 让他不要受生命这种一些 可能落魄到这程度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暗示暗示他 你爸爸回家去了 你爸爸那边不是有很多东西吗 也许啦 这是用赫理的推证 圣经说 相居还远 他爸爸就看见了 人家老人家怎么会天天去看 一定是有消息一报 他很远 父亲怎么样 父亲就出去迎见他 这个人呢就照他计划啦 就对他父亲说 父亲啊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呢 他还没有讲完话 父亲就叫人把戒指啊 衣服啊 鞋子啊 还叫人家杀牛啊 羊啊 来招待他 为什么这个浪子没有讲后面那句话呢 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把我当姑姑吧 他没有讲 嘿 我亲耳听言 记者文博士 记者文博士 他怎么解释呢 他这个是他自己想象的 不过我记得也蛮有恨的 他说为什么浪子没有讲后面七句话 他故隽啊 我得罪了你 不配做你的 怎么知道 他说因为他故隽 因为圣经说 连你和他亲嘴嘛 亲嘴亲嘴他讲不出话 他有讲他不配做 我只做姑姑 他都没有机会讲他 故隽和他亲嘴嘛 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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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描写的也很可疑 所以呢 他父亲给他的 当然有连续 免 没有交到还责 没有交到 把以前花了 全部赚回来 没有 全部失眠了 这个什么 这就是连免 这就是连续 除了连续之外呢 这个父亲要给他什么 恩典 恩典是什么 就是不配的 给他戒指 给他新衣服 给他吃铁子 还有 艳客请假来庆祝 这就是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慈父对那子的接待 就是父亲天父对我们的恩典 所以呢 我们要有这样的学识 OK 主恩是代更多 主恩是代更多 我罪是多 主血涂魔 主恩是代更多 家号 还大以后 主恩比我们的罪更多 不但失眠我们的罪 还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还得到疯疯不如的恩典 OK 好 结论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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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听听到 我们怎么应用呢 一 要努力 努力换句话说 就不容易 要出力 要学习 要付代价 你不要说 牧师 你讲的就容易了 行难啊 我100%赞成 很难 不难的话 圣经就不要命令了 呵呵 要学习 施恩对象 不限于我们容易同情的 一个需要 哎呀 那个人很穷啊 很同情啊 那其他 当然这是好的 但是不要淡淡性 也包括什么 我们和我们的性格 文化 风俗 习惯 不合 甚至处处和我们顶 那有的人很喜欢抓我们毛病 顶我们 给我们这个东西 给我们那东西 但是他需要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给他 还是要失望他 施恩程度呢 不但是免弃他的 应受的折法 还要学习慷慷 恩上家人的 食人品牌 这是不可常情的行动 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但也我们用信心 学习向使徒保罗一样说 我靠着那家给我一样的 就是耶稣基督 凡事都能做 也使徒保罗对非 你信徒的诸佛和祷告 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 动得上空的 并成群之功 知道耶稣基督有着 今天的信息就是这样 是耶稣基督有着 学习行这个 不容易行的功课 康康抬抬抬了 十二一 好的 好 好的 好 好的 こと 好 好的 来 好 好 谢谢观看